伸手抓一把阳光 乘着风翱翔点亮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烟火缤纷又奔放 我要活的不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带着我勇闯 所有艰苦的城墙 身上泪河上明居无穷能量 看我发热又发光 到明天记得莫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 精准骄傲的标志 梦境重新开始 灿烂星天地美丽的星期 未来的路 等我展翅告别 爱去 跟家人伟出来了 我卡�원 你还好有习惯了 只是今天画了一个上午的图 有点累 习惯 你该不会又熬夜了吧 没有啊 我没有熬夜 是吗 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相信你 但现在 我不是第一天认识你 那你就应该知道 我有时候灵感来的时候 我知道有些习惯很难改 但是你还是要固定地起来动一动啊 做太久对身体不好的 更何况是熬夜 不要以为你现在年轻有本钱 笑什么 你念起来真的是跟大哥蛮像的 哪里像 他那么吵 也是啊 你比较可爱 那现在你手头上的案子都完成了吗 邱又婷有介绍邱总还有宋董给无论事 我今天有去现场一趟 邱总跟宋董 我在家剧展有遇过他们 他们两个人都很亲切 而且尤其是邱总 这个人很豪迈 嗯 其实今天两位我都谈得差不多了 就接下来就是平面的配置 还有设计的风格 那你现在这么忙还出来吃饭 不怕浪费你构思的时间啊 还是要吃饭啦 因为我没有办法太长的时间没有看到你 那你能忍受多久的时间没有看到我 如果真的很忙也是没办法见面的啊 就这样 你现在记得两个案子那么忙 你记得哦 不要熬夜哦 好不容易做戏才跳回来的 我知道 谢谢你的关心我会听进去 嗯 我跟你说 那个邱总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凶 嗯 但是他面恶心善 是个好人 我知道 我今天跟他们结束 其实人都很在一起啊 都蛮客气的 这个你可以拿去再参考一下 那有需要可以再过来看 嗯 谢谢 慢走 唉 好啦 你回来了 你怎么没有跟我说我可以去接你啊 唉不用啦 我就一个行李箱而已又不中 我刚刚已经把行李箱放回爱情公寓了 而且还跟素儿聊了一下天 嗯 嗯 好啦我 那个学长 我们把东西先收一收 我想说出出外面走一走 我有话要跟你说 哦 好啊 OK 那我先收一收 学长 这个是我跟我爸去世界神明联姻会求的 哦 希望你可以在新的一年平平安 谢谢 呃 对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 多拉 还是让我先说好了 你去屏东 跟出国这段时间 冯兴跟果娘跟我聊了很多 送牌跟羊牌 也跟我讲了很多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 当然是我们的事啊 我自己也想了很多 自从 你打开心里的那扇门之后 我反而变得 好像感觉更不自在 还记得那年的旅行 就像现在 连走在你的身边 我都会觉得很紧张 以前想要跟你开玩笑 就可以开玩笑 但是现在想跟你开玩笑 我都要先想一想 怕会惹你生气 怕会让你不开心 这感情 就好像没有一样 这感情 就好像没有一样 所以 我想 我们还是回复到以前 学长学妹的关系好了 那你放心啊 我还是一样 会每天工作 你还是我的老板 我还是你的员工 我们每天都一起上班 我们可以互相彼此关心 但偶尔 我们就偶尔就好 可以一起吃个饭 这样子 彼此也不会有负担 至于 感情这方面嘛 那 我想 我们可能真的还是 不太适合吧 不然 你也少就跟我在一起了 对吧 学长 走了 你人真的很好 你都已经拒绝过我了 还愿意收留我 让我在你公司里面 跟你一起工作 对了 你刚刚说有事情要跟我说 是什么事啊 我刚刚 也是正想要跟你说的 就是这件事 那 这次状况比较不一样 因为是我先说 不只代表 我不是被你给抛弃的 学长 我跟你开玩笑的 走吧 哎哟 我就没有骗你啊 我这边就晚上啊 可是我这边是白天耶 哦 是啊 秋婷 我真的很想你耶 你知道吗 就是 今年的圣诞节啊 还有 过年真的很不一样 没有你陪在我身边 还是你明年来美国找我 这里有好多好漂亮的地方哦 我可以带你去玩 你是没有工作要忙吗 你怎么老是都在玩呢 可是也是你教我啊 你跟我说要认真的玩 认真的工作嘛 而且 你来美国的时候啊 要 围着呢我制个你的围巾 这样我就会跟大家去要说 那是我制个我男朋友的 就在忙我就抽不了身哦 哦 那你在忙什么嘛 都要过年了耶 就是因为要圣诞节啊 什么过年跨年啊 还要准备一些尾压的活动啊 都忙到没有时间休息啊 那你这么忙 还是我明年 过年我就直接去台湾跟你一起过 你有你的任务 我为我的工作要忙 我还要去公司报告 我总部的老师叫老高帮我忙嘛 对不对 哦 好 那 你先亲我一下 你就会去工作了 哦 亲一下那么简单 那我先亲 妈 妈 好吧 你赶快去忙 好不好 好 拜拜 好 拜拜 哎 哎 干嘛啦 你干嘛敷衍这好子 哎 太太刚刚去美国没多久耶 你就对了他们冷淡 哪里有敷衍 我还是有跟他抢电话啊 我还是有跟他抢电话啊 你明明还想他干嘛这样子 哎呀你不懂啦 你画你的画啦 好啊 有点心情不好就不要找我 脾气也不要开我身上 再见 就是 继续 小医生 哈哈 歌手 有没有 对吗 诶 赵老师 你终于想到我 你可不你答了 我當然想妳啊 而且我還知道妳在找工作 妳一定還沒有找到對不對 我的人生怎麼會被造好之笑咧 這在丟臉咧 大家在幹嘛啦 既然妳現在在找工作呢 妳就飛來美國 等我助理 蛤 我已經結婚了妳在講什麼 我當然知道妳結婚了 可是妳現在又沒有小孩 妳不是完整版的人妻 妳不會聊天是實際味道好嗎 好啦好啦好啦 我真的想跟你講話嘛 因為我剛剛談到妳說話 她感覺不怎麼想跟我聊天 可能是因為她最近工作比較忙啊 她最近工作很認真喔 所以比較累啊 真的啊 太好了 別說了 我真的好想回台灣喔 我知道啊 可是妳還是要加油啊 可是邱霖霖她說不行 她覺得我應該要留在美國 妳幫我跟她講一下啦 好啦我知道啦 我幫妳跟邱霖霖講看看啊 看可不可以回來一下下 這樣好不好 還是對我對我最好了 欸妳不是應該這個時間應該要上班要忙了嗎 妳怎麼可以講電話啊 唉唷沒有喔 還沒有到工作時間 我今天特別早起就是希望可以打電話給邱霖霖霖 可是她好像不肯跟我聊天 所以我現在很無聊啦 好無聊喔 那不然 我把電話給阿姨阿 阿姨也在我們家喔 喔不行 我不能聽到我媽的聲音啦 如果我現在 如果我聽到我媽媽的聲音 我會很想她 會哭啦 我不能讓她聽到我軟弱的樣子 趙雅智 呦 妳是最強部落女戰士欸 妳一定可以的 我一定可以的 嗯 好 所有謝謝妳 那我去吃早餐囉 妳自己也要加油喔 下次聊 掰掰 掰掰 奇怪 為什麼邱霖霖不想跟趙雅智聊天 找我什麼事啊沈太太 邱霖霖我問你 我接到趙雅智的電話 趙雅智說妳都要愛理不理的 為什麼 妳還記得我上次來這邊 抽了籤詩嗎 妳說 問姻緣的喔 其實那個籤詩是不好的對吧 我有去問別間的廟族 我跟雅智其實是有緣無分 雅智在上來台北的時候 我們即使去算命款已經算過 算命老師就說了這麼多 算命老師又不見得算得準 而且 妳沒有聽過人定勝天嗎 只要經過努力 也是可以改變命運的啊 所以我希望她在美國 能夠把握這個機會啊 她才會成長嘛 這跟那個有什麼關係 她有多喜歡你 妳又不知道 妳記得 我們幫趙老師健行那天 她有多捨不得妳嗎 我有好多好多話要跟你說 我也 我也有好多好多話想跟你說 趙老師我愛妳 秋婷 我也很愛妳 秋婷 就因為這樣 再跟她情話明明的話 一直順著她 她是不會成長 所以我們只能忍著分離的痛苦 必須讓她成長 秋婷 你可不可以每次用你自己的邏輯 去思考別人的立場啊 反正 雅智如果還有打電話給妳的話 妳代替我好好地安慰她 好不好 拜託 千萬不要鼓勵她早點回來 我求妳 OK 拜託啦 有事嗎 小秘密 我跟你說喔 我手上這份資料啊 是公司剛剛收到來求職應徵的人事資料 那妳就去跟總監講啊 幹嘛跟我報告啊 我又不管人事面事 告訴妳一個小秘密 在這人事資料裡面啊 有一個人應該是小秘密妳認識的人呢 我認識誰啊 妳確定嗎 她不是當任什麼小夫妻的嗎 她跑來上班做什麼 她可能覺得來上班這樣工作比較穩定吧 穩定 妳看看她的工作經歷 什麼叫做穩定啊 海軍陸戰隊 受傷退役 賣家具才賣了幾個月 工作做得最久的是那個什麼 逗逃欸 我看不到妳 妳看不到 我看不到妳 妳看不到 總監 妳現在 再看一次履歷 那麽 夜數喔 很棒啊 妳以為我會改變這麼快嗎 我知道她是妳的同袍 妳們十七年了 人才幾幾 臥虎藏龍 好吧 我就給她一個機會試試看 之前她也是有來過 叽叽喳喳講個不停 但顯示呢 這個人很有想法 雖然之前又頂撞過我 但是我不是一個公報私仇的人 這一切呢 都是 給妳面子 我的面子啊 總監 我真的很喜歡妳 不記仇 秀明 我喜歡妳 反應快又好 好啦 等一下呢 妳去跟所有部門通知一下 關於那個美國超模選拔公司 要派特助這件事情 給我在最短的時間查出 她叫什麽名字 住在哪裏 最喜歡什麽東西 好 沒問題 我去辦 等一下 還有不要隨便送她花 妳懂我的 好 我了解 夜宿兒 對我到底有沒有幫助呢 對我到底有沒有幫助呢 你履歷逃得怎麽樣 我現在知道原來找工作那麽難耶 當然 妳沒有聽過網路上有一句話很紅嗎 找工作比找妳一半還難 真的假的 我怎麼沒有聽過 那是刀拿呢 拜託一下喔 妳是大餅杯 大的是臉或是腦袋 這種資訊妳不會知道的 妳嘴巴也很大 喔 金頭小鼓鼓 喔 是喔 好了啦 好了啦 2號桌送一下 好來 謝謝 嗨 嗨 秀明 秀明 秀兒 我就站在這裡 欸 我現在通知妳去群站面試 真的假的 群站 幹嘛 趙光妳幹嘛那個臉 素額去選擇面試不錯啊 喔 妳不是知道那個Alan黃喜歡淑靜 然後現在喜歡秀明 按著我會投履歷去群站 會喔 上飛欸 總監長說喜歡我 幫我亂講 他喜歡誰不關我的事啊 我本來沒有人想要投啊 不過奪亂呢 建議我呢 要給自己一點新的挑戰 我就想想覺得 他說的蠻有道理的 我就決定 嗯 我要試試 喔 我也覺得去面試更加不錯啊 就去當學一個經驗 而且秀明也在群站啊 如果真的陸續上了 有個噪音在 嗯 還是要看公司吧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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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秀優婷來正合報代班 我要出去一下 這麼拉人氣 要回去煮飯 辭職了啦 我要去面試的 喔 什麼公司給妳面試啊 很多公司啦 好 輸了 趕快回去換衣服啦 他叫妳下午去面試 欸小子 進了職場 起碼要像秀明這樣 像個黑的肉 換衣服就換衣服 奇怪 酥兒 其實我也不太習慣啊 但是畢竟職場嘛 給人家第一印象還是很重要啊 GO 好聽 哇 秀明這一句話 不枉費我跟他一番教導 喔 等一下 等一下 秀夫 妳說全部為徒弟了 欸 該算是 怎麼可能啊 是要當他徒弟啊 想的美 美人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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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先走了 我還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好啊 我有事情要找妳 哎唷 欸 兩位 一杯牛奶 一杯咖啡 好啦 坐 去哪裡 這邊 這邊 說啦 什麼事啊 就是啊 我們總監聽說 有一個從美國超模選拔公司 派來的特助 然後他會在台灣停留幾天 想問妳知不知道他 會住在哪一個飯店 叫什麼名字 群仔連對方住哪 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更何況長什麼樣 是要怎麼找 所以妳是沒辦法的意思嗎 我還以為什麼事都難不倒我 欸欸欸 妳講這什麼話 妳少來了 我跟妳講 我可是鴛鴦蝴蝶大偵探 無一一不一 無暗 幹嘛幹嘛 不好講一半都不講 他喔 再回一炸吃 阿姨妳都亂醒 欸 我覺得 不然妳們兩個可以用一個 新版的鴛鴦蝴蝶大偵探 我覺得這個主題也不錯 欸 不錯好主意耶 欸 還是妳跟大餅杯 我的天啊 人都還沒調查到 他就已經先露餡了 怎麼躲怎麼穿 太大了 欸 為什麼 躲了臉都穿 超模選拔這件事情是機密 很多人在找他的 不可以跟別人提起知道嗎 喔 好不好 好 總編 關於美國超模選拔特助的消息 完全一點進度都沒有 而且同業也完全沒有走漏任何風聲 現在時間很緊迫 我們該怎麼辦呢 你待會再聯絡一下美國分公司那邊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線索 好 好 紫蘊 你期望還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已經完成一半了 好 那就盡快把它完成 等到我們一找到人 就可以立刻跟對方談 嗯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請問有什麼我可以幫你提供的嗎 嗯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好 秋婷 這邊的戒指都好漂亮喔 小姐 不好意思 我可以先看這個嗎 然後這個 然後再看這個 還有這個 好 謝謝 好 秋婷 我們可以先戴看看這個嗎 好啊 那你幫我戴上 哦 我的 謝謝 我實在 好漂亮喔 你看 你看 你也想要一個對戒嗎 對啊 你看我在車上 表現得這麼好 我是不是要有一點獎勵 好啊 我答應你啊 答應你變成超級超級超級大的時候 我就買一個 或許入我們自己的對戒 為什麼不是現在 天下沒有百次的午餐嘛 好 好 那會努力的趕快成為Superstar 就屬於我們的專屬對戒了 你懂就好 你還要看嗎 嗯 其實是可以做個珠寶展 不過珠寶展的話 重點就是 需要來拍這個廣告 一身海 為自己 住在 哪怕 有一天 說 未來的路 等我 就是 愛 愛 愛 是 愛 愛 是 一身海 為你 存在 美麗的 美麗的 一彎 為你 穿越了 深海 愛 是一片 心海 為你 盛開 祈求的 不算 我要 我要 你 感受 現在 不算 愛 愛 為你 穿越了 人海 愛 是 一片 幹嘛 我在這邊已經叫你很久了 你都沒有反應 我剛剛在思考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個珠寶展 你看一下這些珠寶你看 閃成這樣多亮 哇靠 很漂亮沒錯啦 哎唷 但是怎麼這樣我先找人啦 少人之前我們還有工作要做嗎 不然先這樣好了我先弄企劃書 我們回去再討論一下構想 你需要這麼急嗎 我們可以等數額應徵上之後再一起討論啊 你確定數額會上嗎 哎唷 我拜託你下次不要用打的 用撫摸的可以嗎 溫柔一點 好啦 那不然我幫你問一下嘛 欸 他說下次可不可以不要用打的用撫摸的 蛤 他說不行欸 對不起 說不到了 打下去的怕喔 怕就好啦 他說不行啊 幼稚 他就說不行了吧 要當用打的辦不到啦 你在多瑪斯家具工作過喔 對 總監 我之前在多瑪斯 擔任門社銷售人員 而且我曾經有締造過 連三個月個人業績破百萬的紀錄 真的假的啊 看起來就不太可能了 不會吧 還真的又聽得到人家心聲喔 我說的都是真的 總監 你認識林國蘭跟李淑敬 我總不可能拿這種事情來騙你吧 可是這看起來 就是像個小丫頭 感覺沒什麼能力 還有這服裝也是馬馬虹虎 而且還已經結婚了 真的要用他嗎 呃那個 我有很多人還要面試 總監 你找那麼多人來面試幹嘛 你只需要找一個有能力的人就好啦 唉唷 我看人很準的喔 李淑敬 金秀銘 他們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你覺得你也有嗎 那當然的啊 總監 但是我也要看看領導的人是誰 有沒有這個能力可以領導我們呢 很好 我喜歡你 我嫁人呢 我是說你的自信啦 我很喜歡你的自信 冰不在多 而在於金 降不在勇 而在於謀 這就是我們公司的政策 這樣子懂嗎 我只知道 善用冰者 易不在吉 良不三載 這樣你懂嗎 哦 宮廟也有教你這些喔 哈哈 很好 那明天開始 你就來上班吧 謝謝總監 那請問一下總監 我的工作內容是什麼呢 我早就想把那個上班 不帶腦袋的秘書給換掉了 但是又覺得 讓葉素兒跟秀明一起弄活動也不錯 應該要讓他從什麼地方開始著手呢 總監 畢竟呢我才剛進公司 你可能對我的工作能力也不是很熟悉 我對於公司的一些細項具體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我也請總監 是不是能夠讓我先在前輩身邊學習 等我熟悉了公司的業務 我相信我可以為公司帶來最大的效益 沒錯 但是我是在想 到底要給你什麼工作方向呢 如果是關於辦活動的事情 它能上手嗎 總監 不管你給我什麼工作 只要給我一點時間學習 我一定很快就可以上手的 就算是連做活動 我也不會有問題的 這個葉素兒 比淑靜跟秀明更懂我 不管我想什麼 他好像都知道你一樣 我隨都想懂 但就是沒有想懂你 這傢伙反應很好 腦袋動得很快 如果加上淑靜的顏值 秀明的貼心 這三人結合起來 就很完美 很好 那明天上班呢 你就先跟著秘書還有秀明 盡量把秘書的工作交接好 這樣子懂嗎 好 那我知道了 謝謝總監 那你先走了 等一下 關門了 董金我明天來上班囉 拜拜 誰 秘書 來關門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嗨 主席 帶新朋友來喔 誰叫你夢喜奇的咖啡那麼好喝 我嘴巴那麼甜 來給你光興味特調 好啊 謝謝 再來一份甜點好了 好 好 老闆你今天沒有上班嗎 喔 你說哇 寬亮喔 他去買東西要怎麼了 所以今天沒有唱歌囉 應該喔 我天啊 何寬亮有本事 本事 好啦我們先去做 謝謝了 好 就跟你說他有一點喜歡何寬亮 人家就不能只是單純喜歡聽寬亮唱歌 好啦 甜甜了 都是那個也有的 深夜那你不醉 又變一一眼 他也有大就來 看不到你 那時候想說 你的回應 就算要漸漸的 peli 就算要漸漸的變多小 但你的愛 卻一點沒有少聽 總是說你什麼都不要 他唱歌好好聽喔 你被他吸引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他上次唱的歌比較悲傷 這一次輕鬆很多 而且他唱的歌都好特別喔 外面都沒聽過 對呀 你現在是我的歌 你現在是我的歌 梓妤妳還好嗎 沒事 主機 Edward 妳今天怎麼穿這樣子 我去面試啦 面試 結果如何 我看舒爾垂頭上漆的樣子 應該是沒上吧 怎麼可能 她叫我明天去上班 真的 恭喜你 超風的 可是她好像很嫌棄舞的穿主 不會啦 我先去忙 好 謝謝 那我來個熱拿鐵 好 那妳身上什麼公司啊 群展 群展 那妳身上什麼公司啊 群展 群展 那妳說不來每課要上班就好了 我一開始就想說要給自己一點挑戰啊 所以我不可以去認識太多人的地方上班 哦 蛤 不過主機為什麼妳們 總是在上班的時間 可以來這邊喝咖啡啊 不是啦 還是總編叫我們來咖啡廳 找靈感 妳知道我們是創意工作者啊 就是如果一直待在辦公室裡面的話 就是靈感會不夠 所以出來可以發覺新的感受 而且我們常常採訪也不一定一定要 待在辦公室裡啊 好好喔 要是我去群展上面有這樣的福利就好 可以啦 不過不要被誤會沉默語就好 妳早在誤會沉默語 妳不會啦 我一定要幫妳盯著那個紅紅間 淑金姐我剛剛是不是說錯什麼了 沒有啦 也沒有說錯什麼喔 只是我剛剛沒有讓妳說下去的原因是 現在宿兒在群展上班了 那妳也知道群展最近 跟我們一樣在競爭那個超模的案子 那既然是公事 其實就是商業機密 不管是再好的朋友 也都不能外洩 淑金姐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沒事啦 我們要責備妳的意思 下次記得就好了 好 那我下次會注意 謝謝淑金姐 沒事 走吧 我們回公司 嗯 所以妳說妳想要回到當初 學長學妹這樣子啊 嗯 回到這個樣子的狀態 我的心情也比較輕鬆啊 周學文 你是瘋了嗎 那我幹嘛當初幫妳幫成這樣 好不容易會開始耶 這麼好的一個女孩子 一天 這會被氣死 學長 不是一天啊 自從上次妳跟我說過之後 揚牌提醒我 這段時間 我自己也想了很多 我覺得我跟朵拉 退回到學長學妹的關係 這對我們來說 才是最美好的距離 你睡得好嗎 吃得下飯嗎 還是妳覺得看到人群很煩 妳要不要去找副導長聊個天 學長 妳幹嘛啦 妳是以為我要放棄人生喔 妳放心啊 我會長命百歲的 我不是說妳要放棄人生 妳是放棄一個這麼好的女孩子 老公回來了 老婆 兩牌 學文 你怎麼會跑來我們家啊 不用上班喔 換水摸雨 放朵拉一個人工作 怎麼可能 沒有啦那個 朵拉她去屏東跟出國的時候 我都一個人上班沒有休假 所以朵拉她叫我休息一下 你看 我現在沒有穿西裝 是這樣嗎 她跟朵拉沒了 沒了 真的假的 沒了 學老婆 老公 讓她自己說嘛 學文 學文 我自己跟她說 這件事 是我自己提的 你提的 怎麼可能 你好不容易讓朵拉打開新房 你就這樣放棄 周學文 老公她是不是 生病了吧 其實 我剛剛已經跟學長說過了 反正重點就是 我以為我已經得到朵拉的感情 但其實 朵拉她從來都沒有對我打開過新房 我以為我還可以做得更多 但 我得到的只是廉價的愛 我覺得 退回這樣學長學妹的關係 很好啊 我們還可以說說笑笑的 還可以保持同袍間的革命情感 老公 我從來都沒有聽學文這樣說 你還好嗎 她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欸 學文 你覺得你OK嗎 你們放心啦 我現在很自在啊 我很快樂 我很開心 而且我跟朵拉的約定說 如果之後我們遇到喜歡的人 還可以互相幫忙鑑定喔 你不要這樣搶眼還笑喔 你這樣聽起來真的有點悲哀耶 老公怎麼辦 你不要這樣搶眼 你不要這樣搶眼 沒事啊 就有問題嗎 清清 在家 董經理 等一下自由會來接我 我們要去吃飯 你要不要一起 我們要去龜虎魚槓 吃你最愛吃的海鮮喔 可是我等一下跟松霖有約啦 而且我才不想當你們的電燈泡 雖然我很愛吃海鮮 好吧 真可惜 那就下次囉 嗯 拜拜 欸欸等等 你跟林設計師說了沒 還沒 為什麼還沒 因為我還不知道怎麼說 我在想 她是不是因為 一直以來工作都很忙 所以沒有時間去接觸那些 跟她年紀差不多的女生 當她遇到了我 她覺得我很成熟 很獨立自主 所以她把欣賞 我認為是愛 你也知道 愛一旦說出口 如果後悔的話 事情就會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想 我想要鼓勵她 鼓勵她跟那些 跟她年紀差不多的女生 認識交往 不要把時間 全部都浪費在我身上 欸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不是人格分裂啊 有完沒完啊 你上一刻才跟我說 你要輕鬆的戀愛 不要被時間捆綁 然後你現在又在那邊 那麼負面 而且你是反想覆布 反想覆布 到底要反覆到什麼時候 而且你到底希望 林設計師怎麼樣 我跟你說喔 這些話你跟我講就好了 你不要跑去跟林設計師說 不然等一下胡思亂想 會有你受的 好啦時間差不多 她應該到了 那我先走了 嗯 記住我說的話 你到了 小雅 嘉雅不是一起去嗎 不了 她跟松林有約 我們自己去就好了 好 好 爸爸我回來了 喔 回來了 好安心咧 喔 我叫她去運動啊 她等一下就回來了 欸小仙姑 你去應徵怎麼樣 當然沒有問題啊 應徵上了 喔 喔 YES 那家公司做什麼的啊 群展啊 它是一個行銷公安公司 你放心啦 今天我們也在裡面工作 所以我有辦可以照應我 喔 那有說放心就放心啦 本來要小仙姑生小孩 現在又跑去上班了 爸爸 小仙姑 是這樣啦 如果說你在那家公司 如果真的不好 或者是老闆欺負你 你就回來啊 不然喔 爸爸 就弄個行銷公司給你啊 你趕緊去住個無人島 讓我們住在裡面 自生自滅 然後我們兩個會生出一種人種 就省家人好了 小仙姑 爸爸就是擔心你壓力太大嘛 不會啦 我那麼聰明 有什麼事情拿來打我啊 我就去外面磨練磨練 累了我就會回家啦 好啦 要是真的不習慣啊 老闆欺負你喔 要跟爸爸講喔 喔 好啦 我知道啦 你覺得左邊的合適還是右邊的合適 嗯 左邊的 左邊的 右邊的不適合嗎 也沒有不適合啦 其實都蠻好的 好吧 那我左邊的列入考慮 你明天不是就去上班嗎 有必要這麼緊張喔 你都不知道 我去秦蘭面試的時候 他們都笑我的衣服耶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上班要穿什麼啊 為什麼上班不可以穿這種吊帶褲 可以啊 這種吊帶褲很可愛 對啊 吊帶褲一定很方便 對啊 可是他們都說 上班的時候要穿那種整套的那種套裝 可是我平常就很想這種衣服 那你要套裝的話 我可以帶你去買啊 真的嗎 嗯 老公最好了 欸 蘇爾錠決定要到群展了 我們就祝福她吧 但是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畢竟我們現在跟群展 是競爭的關係 看說未來可很想像 我上班了 一斤二死 我說的沒錯 後筆三家不吃虧 總結你的咖啡 好 三包糖兩杯 杯點在這邊 晚上我們就各自解決吧 或許她想要的 不是我能給她 月經理你 時間它一直走不停留 沿路多少青春埋葬在裡頭 歲月刻畫的傷在你眼眸 沿路順 重複著 期待 又失落 我們都懂了 我們都懂了 人生總是煎熬 悲歡與離合 任誰都逃不了 我們都懂了 愛就是心靈的解藥 總和有個人 永遠都逃不掉 總和有個人 我們都懂了 人生總是煎熬 悲歡與離合 任誰都逃不了 我們都懂了 愛就是心靈的解藥 总有个人的永远当理想